欢迎们大家好,今天要大家分享一下罗汉松的养殖方法 应该注意一下几点 1.苏松透气的土壤 合适的土壤是促进罗汉松茂盛生长的水药条件 因为罗汉松喜欢生长在苏松透气海水良好的土壤中 在配土上可使用5份浮叶土 3份原土2份沙质土壤均匀混合 2.光照条件 罗汉松喜欢生长在光照充足的环境中 所以在平时养殖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合适的光照条件 3.保持烹度湿润 罗汉松喜欢生长在微微湿润环境中 浇水按照健干健食原则即可 4.施肥 薄肥禽湿 肥料使用这款罗汉松中用肥 这个肥料复养了猪物所需要的所有营养成分 每次一小小可以快速补充猪物所需要的养分 还能预防黄叶雕业不生长的问题 5.修剪 当罗汉松生长到一定时期后 职业就会变得杂乱不堪 论向存生 这个时候为了避免养料过分消耗 促进植株生长 就要勤加修剪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花质 可以点赞关注一下 如果你想要家里的花卉养到我的朋友 可以点击左下角的小网站进去看一看